而接下来我们独家来专访到的是 江国庆冤案里面的关键证人之一 福利社的老板陈先生 他说呢 妹妹被杀害当天 他是有看到妹妹 案发之后呢 也被当成了嫌疑犯 军方把他一找找去问了十几次 同样也是很威胁的哦 在对他十六小时的征讯里面呢 也是对他行求 甚至本来还打算呢 就干脆诬陷他说 你跟妹妹的妈妈有染 被妹妹发现了 所以你想要把妹妹杀掉灭口 这样子荒唐的办案方式 也让他觉得 他认为江国庆果然应该是被冤枉的 看着当时餐厅里的布置图 让陈先生想起无辜被杀害的小女童 他躺在那个椅子上 两个合并起来的椅子上看电视 那我就想说会不会阿哈 把他带到寝室去玩呢 去问也没有 那我说这里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以为最安全的地方 想不到还是出事情 15年前陈先生的太太 在空军司令部餐厅福利社开店 陈先生也经常到福利社帮忙 案发之后也被列为嫌疑犯 他说那你跟他妈妈可能就是 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做什么事 被小女孩看到 所以把他掐死 我说你们是不是连续剧看太多了 因为我很神奇 罗志犯案动机还不够 甚至还想行求 按纸磨按了十几次 然后他说不清楚 就用拳头这样一根一根一根 掐用他们的拳头 掐完以后上面也有抹 他就拿那个滚烫的那个开水 泡盐巴给我泡 洗掉 还好陈先生当时态度强硬 加上是平民 让军方办案人员不敢太乱来 直到江国庆被抓了 军方才放过他 我都四十几岁 而且是社会人 是不属他们军中管的 就这样子对待我啦 要打要杀的 你说那个小兵不被驱打成招 你相信吗 我是觉得他是被冤枉的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